大家好,我是Louis 今天的影片講解一下我用了這部 X-T5 大概一年後有什麼心得 它是什麼好的相機呢? 我會不會推薦大家買這部 X-T5 在看影片之前,希望大家可以留言、讚、訂閱我的頻道 記得按鈴鐺鐘,就可以收到最新影片的通知 好,去影片吧! 好,我會形容是一部好的相機 視乎你是怎樣去對待它,怎樣去看它 在富士的相機裡面,為什麼我會忠誠 X-T系列呢? 在我自己的角度上,我覺得是一部好的相機 首先,暫時來說,如果在專業範疇裡面 稱得上為一部最輕的旗艦專業相機 當然啦,如果在客戶的角度看,它這麼小的相機 拿出來,他們只會覺得這部是一部不專業的相機 所以後期製作方面,如果你有4000萬像素 你拍攝了一張照片,有很多不要的位置 你想裁走它 Crop照片,後製方便可以隔近很多 然後它繼續有防塵防水滴 在一些惡劣的天氣之下 就算下雨,你配合一支有防塵防水滴的鏡頭 它都絕對是可以保持我出去 都沒有問題 它的耐力非常之強 在設計上,我有什麼特別喜歡它 我保持用X-T系列,覺得是一部好的相機 第一件事,也是最重要的一件事 就是它機身上面,機頂上面這部 它的機頂轉盤,機械轉盤系列 曝光補償,快門,ISO 這個就是一直以來富士去堅持 原用X-T系列的一個設計 在我拍照之前,即是開機之前 我就已經可以調整好你想要什麼快門 什麼ISO 在設計上面,也都是非常復古 我最喜歡它的設計之一就是這些轉盤 我暫時都捨棄不到這些轉盤 而不是現在的新相機大部分都是用 好像X-H系列那些 還有GFX那些都是用著PSAM設計 其實這個使用上面 在轉盤上面有一個A字 A字其實就是Auto 如果你把快門轉去A 那就變成光圈先進去 如果你把光圈 即是好像富士鏡頭上面的光圈環 令到A直 它變成Auto 然後你只是調教相機的快門 轉盤就可以變成快門先決 相對於就是PSAM上面的分數 所以其實都好在個人使用上 我自己堅持著它們機械轉盤的設計 它後面的螢幕設計 它是可以翻折出來的 它沿用X-T3系列的 X-T3系列的螢幕 90度 那我就可以放在腰間 街拍的時候 可以這樣看到 一個低水平的拍攝 也可以抬高 拍高的時候 可以直接看到這個位 它的拍攝是怎樣 接著 你可以這樣翻出來這個位 這個時候 我可以抬高 你抬高 你抬高的時候 可以這樣看到螢幕 你可以高角度 拍回抬頭看不到的畫面 可以看到螢幕 然後最後一個角度 就是這個角度 這樣開出來 打直螢幕開出來 你看看 它這個角度 就是在我拍攝直到的時候 非常之方便 可以拍到 又是拍到腰間 拍到低角度的時候可以用 那為什麼我會說這個翻字螢幕呢 沿用X-T3那樣的設計 我覺得非常之好 但是其實我是沒有X-T3 我是由X-T2直接升上X-T4 那X-T4系列呢 它的螢幕呢 它的翻字形式呢 就變成了因為 那時候X-T4是 都想 主攻是拍片方面 所以它的螢幕呢 是可以直接 這樣翻出來這裡 就是這樣翻出來這個位 然後自拍的時候 這個螢幕 這樣拍片 來到X-T5 它回到X-T3的設計 那其實好不好呢 對我來說 我發覺使用上 我覺得是好了 因為 直接這樣就可以拍到低角度 如果好像X-T4那時候 你要翻出來的位 你是要翻兩下 顯出來 再翻轉那個螢幕呢 你才可以做到 拍一個 水平 低炒的動作 還有我會覺得X-T4那時候 螢幕呢 好像很容易玩 因為好像很脆弱 而X-T5 回到X-T3的設計呢 我覺得是穩妥很多的 那當然啦 其實它的設計上 可以大家看一段影片 它按下去 螢幕那時候 它的設計 總是好像 又是很儀器 那樣 因為我不知道 玩橙地市還是怎樣 但是其實 在使用上 它也是算穩妥的 那當然也不影響 它的使用上 我暫時用來 是非常穩妥 和非常方便 然後就說到 它的機身上面 有什麼改進了 首先這個手把位 厚實了 變成了 一個流線型 方形了少少 高伸了少少 我的手這麼大 我的手偏大的 其實我單手拿 是舒服很多的 X-T4的時候 其實這個感收位 這個壓手位 就不算非常好拿 其實它的機身是薄了 但是這個壓手位 它做得 人體功學上 是好拿手了很多的 所以我單手拿著的時候 如果大家有看我 Instagram上面的 的View 還有什麼時候 Youtube的Shot 我都是用單手去拿 X-T5 然後拿著 拍片的 OSMO Pocket 3 直接在街上 或者拿著電話 拍著我這樣拍的時候 我都是單手操作的 就是完全沒有難度 它的壓手位 它的新設計 是非常好的 然後就說到它的 非能模擬顏色 Film Simulation 就是我的頻道 之前一直都想做多些 給大家看到的一件事 而來到X-T5系列 它的Film Simulation 它已經新增多了 而其中一個顏色 Nostalgia Negative 這個底片模擬顏色 我都覺得是非常好用的 過往我一直以來 由X-T2開始 我就一直沿用這個Classic Chrome Classic Chrome 我已經覺得是非常好用 多了一個選擇 接著就說一下 它這部機提升了的效能 它的對焦速度 來到富士相機的第五代 Sensor和SIMOS 其中一樣 它都加入了 這個物體偵測的 一個對焦模式 是連續對焦的 它可以對寵物 汽車 飛機等等的物體 我最主要說一下 它現在的物體偵測上面的 有個貓貓標籤 貓貓標籤 這個就是它的動物對焦 動物對焦 它已經沒有限死你是哪種動物 貓貓、狗狗 都是對焦的 我買完這部相機之後 就拿去幫朋友拍狗仔 也有幫家人貓拍照 看到它的對焦速度 是鎖得都很緊 舊的兩代 人們說 富士相機的對焦速度 是慘不忍道 我自己都認為是 X-T4 我已經覺得 慢慢已經提升了 我已經覺得 很棒 其實來到X-T5 我已經不用說很棒 我已經覺得很棒 我的朋友的狗 這個 是比高權 可以看回我的YouTube頻道 另一條影片 就有說我的 拍狗仔的時候 的對焦是怎樣 那些作品出來 是很Sharp的 完全沒有問題 四千萬像素 再加上這個 咬得很緊的對焦速度 影片拍攝方面 這部機它的定位 都已經由X-T4 我來到X-T5的時候 就不主打拍片 它最高是有6.2K 6.2K 夠不夠用呢 說真的 我自己是用4K多的 YouTube上面的影片 或者我交作給客人的影片 都已經很夠用 4K的後製空間都很大 因為很多外出的影片 都是去到1080D 那你拍4K 然後製作的時候 外出1080D zoom in zoom out 都完全沒有問題 那就講一下這部機的定位 它的Slogan在這部X-T5那裡 它叫做Photography First 為什麼會說這件事呢 它的定位就是想大家用富士相機的朋友 尤其是X-T系列 回歸的初心 以攝影為主 第一位就是先拍照 而我自己本人呢 也都是喜歡拍照多過拍片的 而拍片是近年來才發現 即是我喜歡了 有另一個模式去分享到作品給大家看 所以在接下來的一年 今年2024年我自己的目標 都是想多一點時間可以拍到 JPG直出 SOOC 這樣就可以分享多一點 在這部相機上面的可能性 有我自己設定的Recipe 也有Fuji X Weekly上面的Recipe 好了 那今天這段片就來到這裡了 分享了我過去一年 用這部X-T5的心得 不知道大家對我分享這部X-T5 有什麼感覺呢 那就說回 這部X-T5去到4000萬像素 這麼高的像素 它的鏡頭是否支撐得到的 其實我手上 就有四支鏡頭 主要用的 第一支我肯定它是吃到的 就是這支 這支16-55mm 它的質素上加起來有這個 紅標 就代表富士相機一種鏡頭 就像Canon那些紅圈鏡一樣 因為它吃到4000萬像素 35F60 Mac Pro Sigma的16 1.4 對了 那我的鏡頭就是 剛剛所說的四支鏡頭 我最主要用的 就基本上是這樣 不知道這段片的分享 給不給到一些方向性 大家買不買X-T5 暫時來到X-T5 叫我來說 剛剛過去一年我用它的 滿意程度是非常之高的 那這條片呢 就來到這裡 希望大家都是要 comment like share subscribe我這個channel 按個叮叮鐘 那就可以收到我最新的影片通知了 還有就是follow我Instagram 就來到這裡 我是Lewis 拜拜